另外一項重點消息關心的就是 鴻海董事長郭台銘跟細品董事長林文博 昨天舉行了策略聯盟說明會 現實兩個人緊緊牽手 要說服股東 兩家企業結盟的好處 絕對是一加一大於五 細品現在在傳統 跟現在新一代的封裝開始的領域 它現在是趨居第三了 我用趨居第三來講 替細品抱不平 鴻海董事長郭台銘 認為細品不應該只是全球第三 而鴻海跟細品的結盟 更是好上加好 其實跟日月同光一樣 這個海事三盟日月同光 永不變心 好不好 而郭董也坦承 要是沒有細品 鴻海在半導體封測的腳步 可能就要跟不上別人了 如果沒有跟細品合作 一定會比較慢 那有的跟細品合作 這個速度脫漿 面對日月光公開收購細品 來勢洶洶 郭董也替日月光董事長張前生緩夾 說他只是投資者 而紅系結盟更可以給日月光 帶來更大的客戶 日月光公開說他不是收購 他是投資 在日月光我也會是他 我也會是他很大一個客戶 所以這個 我也很希望 他能夠給我很好的服務跟供應 細品董事長林文博 則是重申 鴻海與細品的合作 絕對是一加一大於五 也再度出聲 請小股東不要賣股票給日月光 鴻海跟細品 一加一就如郭總所講的 是一加一可能大於三大於五 但是對日月光的公開收購 為了爭取外界支持郭董與林文博 難得同場召開記者會 但能不能成功說服股東們 9月22號日月光公開收購截止日 或許就是一個指標 再來就是看10月15號的細品股東會 股東們選擇支持誰 有點TV網站陳月威 台北報導